精氣亦不斷地改良 及後就有了石穴 石穴以及石竹 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叫做石箭頭的東西 正常說把石改良了 有些形狀 這些在當時來講 已經是一種較為精良的武器 踏入了青銅器的時代 武器更加是突飛猛進 當時是多多款式的 那時候銅矛、銅歌、銅劍等等 亦相繼地發明出來 當時是一種很有時代氣息的兵 等如現在我們的燃子彈 可以這樣說 不過青銅器 現在用現代人的眼光看 總是比較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鋼這麼鋒利 也沒有合金這麼堅硬 但是在當時來講 原子彈 已經發明了青銅器 差不多是導向飛彈那裡 或者我們看回春秋戰國時代 武器的發展已經很完備了 所謂十八般武器 在那個時代已經差不多齊齊了 質和量都相當優勝 所謂十八般武器 其實從春秋一直到現在 有很多種說法 十八般只不過是一個種目 不一定要說十八種 可能有多也可能有少 不過呢 大致都不外乎那幾種 就是刀、槍、劍、擊、弓、弩、弩等等 這幾種 另外有一些比較陌生一些 比較古靈精怪的武器 嗯 例如說這個 豬八戒所用的那個叫做什麼 是啊 狗子釘靶 狗子釘靶 那些好像用來坐禮 但是它是可以用來做武器 是啊 有些什麼叫做兩人三尖刀 或者甚至是關公的青龍掩月刀等等 還有一些那些叫做什麼 橫著條腰那種很軟的那種 可以說這樣固著條腰 一拔出來就彈出來 就彈出來 就是劍啊 那種是不是劍還是刀 軟劍 軟劍 可以綁在腰帶上面 真的像你說就是彈出來 彈出來 很厲害 它也很講究 就是跟美國西道的狗子 講究出劍的快 所以軟劍彈出來那一刻 就好過你慢慢 扔一下 扔不掉 就是按一下 按一下就 扔出來 就可以揮劍 不要刺到自己的話 不是這些 就很難說 所以練武功 就有十八般武藝 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其實十八般兵器有些什麼 十八般兵器有些什麼 十八般兵器有很多東西 這件事慢慢說 我們看來刀 刀是最常見的 我們再看下去 槍 劍 劍 刀、槍、劍、劍 劍齊 什麼都有 真的很多很多 其實來講 譬如說 那次拔 輸 這個差不多像棍 五郎八卦棍 最後都是用這種東西 這是拔 不是叉 不是叉 開叉 這個就是廣豬八戒用那種 我們拔地也是用這種 這個是鍋 擋 其實看起來 逐樣看 這個是叉 對 有些我們常見 有些真的比較少見 矛 矛和槍 都差不多有紅櫻頭 沒錯 那樣差不多 是楊家將時代 用很多的矛 關刀 那類的 那時候武器 都很重 拿起來都不簡單 這是弓 有弓當然有戰 沒錯 弓無戰 弓是沒有用的 這個弓 弓的發射能力是強於弓的 因為它彈出來 有些機械的東西 而且比較硬 對 變了 這個鹼 很重 你說殺手鹼 殺手鹼 用來打斷人的骨 脊骨 一撥下去 唐朝的幾個大象都是用鹼 虎 越 越 越加其身 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個就追了 我們很快看完十八般武器 有些我們都很常見 臨浪滿目 是 但是有些什麼比較不常見的呢 待會我們會訪問一位武術名家 叫趙松武先生 我前幾天跟他聊過 我們就拍成一段影片 分三天播出 稍後 那個 那